有资格晋级最后的总决赛 目前的男子团体的这个排名情况 有两支队伍已经顺利晋级到第二阶段的四强 也就是总决赛的资格 分别是山东卫桥和八一大商 那么剩下有三支队伍将抢两个位置 这三支队伍其中有上海中兴 就是今天他对天津豪安的比赛非常重要 如果能够顺利拿下这场比赛 上海中兴就是许新这个军队 单独鲁龙对深圳保安明金海的比赛 这三支队伍都有机会 也就是说大家也知道拼超联赛 是世界最顶级的俱乐部超级联赛 也就是把这个悬念 能够晋级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 我们今天为了更好的介绍 最后一轮的拼超第一阶段 我们还是请到了大满贯 大家的老朋友邓亚平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和我一起来分享这场比赛 那么邓亚平我们知道 就是凡是打到最后的时候 可能从心理上技术上 一样的地方 你觉得最主要在这个时刻 运动员去抓哪些关键点 能够更好的发挥 在最关键的时刻 有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 有的时候好打 有的时候不好打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 有两个队已经稳劲决赛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们可能相对来讲会更放松一点 那么可能会为半决赛和决赛 做更多的准备 但是对于还有三支球队还没有最后晋级 这个时候相对来讲他们就会比较紧张 那么我觉得呢 在排兵布阵上教练尤其肯定要考虑 我这场球是我决定性的一个胜利 因为我必须是这个要搏要背水一战 那么在这样的话呢 他会根据前面的比赛的成绩 包括根据现在运动员的场上的表现 和他现在的竞技状态 来排兵布阵 但本身来讲这个俱乐部比赛呢 大家都是队友 很多呢都是非常熟悉 不光是在平超联赛 还有其他比赛经常碰到 所以他们肯定会要仔细的去算 以往的战绩 对跟谁更有利 或者是说 所以今天我相信会是非常有意思的几场比赛 同时呢在排兵布阵上 在这个我们每一个比赛的排兵 和我们的技战术的应用上 我觉得会充满着教练员的智慧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上海中兴 还有霸州海润 另外还有就是大家知道 山东鲁能 这三支队伍上两支 那么根据前面的情况 就是上海中兴 他是最有利的 因为他有压一个胜场 那么第18轮的比赛呢 如果霸州 在这个男团的比赛过程当中 四川是相对最弱的一支队伍 因为他只赢了一场比赛 所以霸州获胜的可能性很大 他一旦赢了四川长红 他就上了 所以今天的比赛 我觉得还是充满了 这个意义和悬念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一场 赵紫豪对刘丁硕 那么今天呢 到了第一阶段 第18轮最后一轮 所有的比赛都将同时进行 除了这场比赛以外 还有山东卫桥对八一大伤 山东鲁能对深圳明津海 安徽朗坤对江苏中超 上海中兴天津毫安 还有一场 这场比赛都将同时进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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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这是上海的新秀赵紫豪直拍打法 赵紫豪呢 他是1997年收生 右手九尾九尾 如圈结合快攻的打法 他呢最好成绩是141516 全国锦标赛的南团冠军 就是说他 王立琴有许心带着 当年 还是对他的成长 他的进步 有很大的帮助 非常聪明 这球及时给了一个直线 刘丁硕呢是98年出生 曾经最好成绩是2015年 年巴西公开赛的单打冠军 像这些相对年轻的运动员 能够在拼超的赛场上出现 我觉得他们应该说 要么就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要么就是有相对比较强的实力 都是国家一队的运动员 对 从开局来讲的话 他们进入状态非常快 一开始就充满了这个火药味今天 而两个人感觉上来讲 是非常紧凑的 就是说明这在赛前的准备 是非常充分的 不管是在季蛋术的 竞技状态的调动 我们一看这个人 立马就投入了比赛 非常的专注 而且节奏很快 就说明他在赛前 是做了非常好的准备 因为他是一种释放 对 在天津台上 出来的进入 第二阶段 今天比赛是在天津财经大学体育馆 由天津豪安主场 刘莉棠 加油 Millie,放下了 三比达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从整体上来看的 就是实力还是上海中心占据绝对的优势 因为上海中心有许新 这样的大牌球星 第一次他们交手的时候 是上海中心3比0取胜 这是双方的第二次交手 我看到这是马文格 好久不见 原来马文格我们在一起征战世界级标赛 马文格是非常优秀的一名运动员 现在在天津一直是做主教练 对家乡的天津的乒乓球 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马文格当年我记得特别有意思 大家说他打得好的时候 朝鲜的金城西是吧 相对来讲他确实是实力非常棒 有时候他就是有一些起伏 他打的时候有时候漂亮的球 真的是精彩 非常漂亮 能打出世界绝对漂亮的 顶级的这种球 但有时候打的球可能无位输 不好看 他乱丢 他属于这样的一种运动员 打得好的时候是真棒 天赋性 但从今天整个这两个队员来看的话 我觉得首先来讲 他们各自应该都很熟悉 从他们打球的发球 开始到抢攻 整个大家的套路 整体都是非常熟悉的 但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感觉这个刘丁硕呢 他在他的发球这一轮的话呢 他想得很细 基本上你看他打球 他发什么球 后边那个怎么跟 怎么抢 基本上是有目的的 是有意识的 让我们来讲 就是他都算了 就在前面他几轮发球里头 是充分能够看得到 他知道我发什么地方 出什么球 我在哪等 他是 上海中心的有许新 上空和赵子豪 都是本土球员 没有引进 而且这个队伍呢 之前有王立琴 王立琴退了以后 许新扛大旗 但许新呢 在前面呢 有一点受伤 今天呢 许新是排在了第五场 如果打到第五场的时候 许新上场 那前面呢 用的是年轻运动员赵子豪 以及韩国的外援 郑荣直 第二场的单打是由马特 马特是国家队的销球 对郑荣直 那我想呢 从 先入为主 应该作为直拍选手 更有优势 或者应该发动的更快 对 更多一点 但赵子豪我觉得就恰恰低 好 发球 没错 0比0 他还是在他发球这一轮里头啊 没有很好能够抓住 因为直板的最大的优势 就是他的手腕比横板更加灵活 那么怎么样能够在他的发球这一轮里头的发球变化 来从这儿开始发动来抢弓 如果他这点都没做到 那么他直板的特点 就基本上手势一大半了 是 直拍主要是发球这一轮 发球的抢弓 对 组织 所以他必须把自己的球给发好了 否则他抢弓很难 那打形成相吃的话 他更就相对来讲 以横板来讲 他就更弱一些 对 一定要有变化 直板就是要靠脑子 打直板的一定 得很聪明才可以 他是要靠算 更多的要靠变化 因为他的这个直板 靠变化和灵活 来争取更多的主动 好嘞 二比一 加油 漂亮 一比三 一般来讲直板的进王软球都比较好 因为他手腕更好控制 所以他可以摆 他可以劈长 他可以拧 所以你看丁硕 就直接给你开长球 我就不给你发短球了 我就给你开长球直接给你打相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直板有时候很难受 他发挥不出他的优势了 漂亮 这球很漂亮 但是直派来讲这种球呢 高压式的抢弓 主动性非常强的进攻 但是他这是被动进攻 但是他反应很快 把线路已经封死了 是 有提前的这种预判 对 漂亮 漂亮 这球 赵紫豪也是直拍横打的运动员 但直拍横打 是一个问题 你看全国铺天盖地 你要看全国里面 好多直拍横打 对 无数个王豪好像都要崛起 但是真正你这个内在的内容 你的基本功 对 你的扎实程度 你的应用 是否能够达得很高的水平 这确实是一个 大家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没错 现在赵紫豪你看到没有 他发完球之后 包括他接下来球 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他发完球之后 马上掉过身体来 开始形成横拍的那样一种状态 直拍应该发完球之后 先是以正手为主 没错 因为正手的空间和杀伤力 肯定是要远高于反手为的进攻 这种球他就没有直拍 一定是正手抢啊 这种球 他怎么能够用反手呢 你把你 这种球来得分 这个反过头来 应该是用你的这个短去得分 这个是这个战术 可能恐怕需要做调整的 但是你看啊 赵紫豪还是相信他的直拍横打 相信他的反手 他愿意站在中间 对 所以他这个打法 实际上不能叫直拍 就应该是横拍的一个风格 对 那还不如拿横板来 来得更方便一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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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出 出 出给六 这就是说明他直板 他就是他台内 他就是这个 他充分要利用他的手腕 充分利用他的这个抓拍的这种优势 台内的进攻短球 更多的变化 嗯 他才能占据更多的主动 但是主动出来一定要多用正手 我记得这个直拍打法台内短球 我记得这个直拍打法台内短球 用的最好的就是做到 主要鲁绕滑鲁之岛 鲁之岛那个手腕真的像魔术师一样 就是他在台内各种拐 手腕怎么拐怎么弄怎么拧 他都能玩的转 对啊 但是很多直拍呢还是有点中规中矩的 就是台内我挑 好这样挑那样挑 鲁 但是他手腕不会来回的这个灵活的使用 无死角的这种动 过来 好 还是往王豪那靠 看来他现在还是在他们的之间 有自己的特色特点 这是一个气势球 直拍运动人需要在场上提气 年轻的运动人的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 台内非常果实 两个了 同一创 加油 同一创 加油 同一创 加油 九比七 九比七 加油 加油 2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正好 刘丁硕来讲打球总体还是比较充敬的 打球的目的性很强 这局的比赛实际上我感觉就是赵紫豪的弹力短球 处理的不错很鼓断 有一些主动性 再一个在香池阶段 刘丁硕它的质量和低率比 还是稍微有一些下降 这样在香池当中 赵子豪它有一些 这种相对高质量的进攻 进攻式的香池 在个人单打排名榜上排在第一位 当然今天最大的一个看点 还有就是单打个人排名 因为本身单打个人排名 原来是马龙和樊振东之争 但是后来一军突起 我们看到小将霸卓海润的梁敬坤 后来又排到了单打排名榜上第一名 现在是许新 但是最终谁能够在第一阶段排第一 还是要看最后一轮比赛的结束以后 才能出单打个人胜率的结果 你看这球 就是说刘丁硕在抢拉过程当中 他的球质量下降不像第一局那么凶猛 你只要一下降 那对方必然是往前扑你的球 也就是说比赛就是这样 你软一点我就硬一点 是的 你硬一点我就往后退一点 是的 就看谁在心理上更强大更强硬 九比十 加油 加油 刚才这个赵紧豪对这边 他不凶狠的话他稳达稳达 他打不过这个丁硕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虽然你看这个丁硕也没有软 又返回来了 他想再压制他 因为他已经看到他侧孙了 这个球失误是很正常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失误 没有关系 看谁硬一些 对 把这个球罚好 正短 加力可深漂亮 哎呀 这个球其实是对的 这个战术是对的 非常好战术 对 发他一个正手进王转球 然后呢让他呢 你看这个丁硕拧过来 用反手来拧这个球 反过头来 马上塞他一个大脚的一个反手 然后就紧接侧身 然后紧接侧身 这是对的 问题是侧身这把质量不够高 对 没有速度 是吧 对 在远台拉了一样 这个战术打的是对的 回正短 漂亮 漂亮 三个 正手位 三个短球 这球 这球 对吧 但是他想是说 我控制一个短 玩我再上手 再没想到 纸板人家就调你了 对 下意识的控短 好球 这个球 看起来这个 赵子豪抓住这个 刘丁硕的一个缺点 正手位短球 这个位置 他接的质量一般 现在开始 你看他连续发他 正手位短球这个位置 嗯 提前准备 跑过去抢拉得分 我打球 像双方呢 在第二局打成13米11 赵子豪拿下了 第二局双方打成一瓶 其实这个球 我觉得第二局 这个刘丁硕啊 应该是到关键比分上 赢到手的球 他下意识的 我觉得是一种 习惯性的行为 比如他跟横拍打的时候 那他就应该去摆短 摆对吗 但你跟直拍赵子豪 正手台内短球 很好 挑的特别好 你非去摆他正手短球 他肯定上来就 对 就挑你 不用说 对 所以他吃了一个这个亏 是的 但总体来讲 我觉得这两名小将 我觉得今天 启动非常快 启动非常快 而且很投入 一上来 一感觉就是 这个有火药味 感觉很好 打出了拼超的精神 他们这种 就是这个 你一看人很专注 然后钉球 钉得很死 每一个球 其实他两个人都互相 不利的一个局面 他迅速找到了 丁硕的正手短球的 这个揭发球的弱点 他连着钉他 所以他呢 这个在 就在过程当中 就是他在动脑筋 但反过头来 丁硕呢 就还在那发短球 还在那给他 往正手位短球 他已经输了三个球 缺少变化 他还没有意识到 看看这一局 他有没有意识到 他正手短球 还摆不摆给他 好的 我们来看 双方的第三局 观众朋友们 可能您刚刚打开电视机 您收看的是 在天津财经大学体育馆 进行2016年 中国乔房球俱乐部 超级联赛 男子第一阶段 第18轮 也就是第一阶段 最后一轮的比赛 天津豪安主场 对上海中兴 这是双方的第一场 单打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呢 就将全部结束了 第18轮 产生第一阶段的四强 那么也会遗失到 将会进行 拼超联赛 第二阶段的总决赛 也就男女团体的四强 捉顿厮杀 进行半决赛 然后进行最后冠军的争夺 那么除了前四名之后 拼超第一阶段的 剩下的这个各六支队伍呢 都将以第一阶段 拼超联赛排名的名次 决定他 也就是最终的排名名次 三比一 三比一 四比一 加油 我们来看这球 这球应该是 应该是擦边 应该是带点上边的意思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擦边 丁硕刚才其实他也认为是擦边 但是裁判还是决定的是个 擦的下边球 我看到这个小将刘丁硕 他正手还是相当不错的 一般来讲 现在的横排运动员呢 都是突突反手 反手的能力 实力 反手的质量 但是正手 一般来讲呢 就是说现在太强 太突出的运动员 很少见 因为咱们可能内行看呢 比如说是一个整个运动员的一种构架 特别是他的整个技术风格 如果一个运动员 他的正手突出 这个运动员我认为他的希望 或者他的这种 潜质会更大 但是相对来讲呢 为什么这个正手好的人不多 因为相对来讲 正手更难练 特别难练 因为正手呢 不像反手 正手是拉开来 而且呢 你要发力 整个全身的力量 和他的协调性 以及控制力要很强 因为它是空的 反手呢 相对来讲呢 我们是在身前 身前 你怎么变形 它不大容易变形的 所以相对来讲 正手是更难 观众朋友 您听到的是 大满贯得主 18次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邓亚平为您带来的 精彩点评 大家看到 这个直拍横打的赵子豪 他反手确实 实力非常强大 你看他的变直线 你看他直接能把对方顶穿 就打穿他这球 证明他的这个功底 他的力量 他的智力 手腕的爆发力非常好 所以他发完球往回站 赶紧用反手 漂亮 漂亮 非常漂亮 这一局的话 丁硕呢 及时调整了他的战术 更多的开始给他打相赤 他不给他 不给他斗短球了 不给他再往前去 去纠缠了 而是 更多的形成相赤 因为形成相赤的话 这个丁硕的话 明显占用 他虽然 这个 这个赵子豪 更 变他的正手 但相对来讲 还是这个丁硕 相对来讲 更强一点 整体势力 全体势力 8比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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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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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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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爽 赵子豪现在落后情况下需要更加大胆的搏纱了 纸板 该搏了 哎 敢变 这个长球其实就一个很好的变化 能够看出它的这个胆量是有魄力的 你不能老是来短的 10比6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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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像马文革这样的一批运动员 他们也基本都在从事教练 张磊北京队把马龙带出来了 给马龙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陈志斌现在在新加坡队做教练 你像以前的老的还有谁余沈彤 啊 在辽宁当教练 都当教练 10比6 都在各自的本省做教练 10比7 加油 加油 赵子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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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豪安的刘丁硕 2比1领先 这场比赛的代表 我觉得两位小将 就是比赛的那种状态和氛围 特别好 还是赢 我觉得比赛的目的 锻炼的价值都已经达到了 对 有一方打得特别好 一方打得特别差 两个人就是接不上火 就觉得这比赛可能 它的含量 包括观众看的那种 竞技体育的一种魅力就没有 从目前来看的话 确实是这两个小将 都发挥了各自的水平 今天不管谁赢谁赢 在顺境的时候 处理的时候可能会更好一点 在不顺的时候 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再扛一扛 今天的水 用的会更早一点 那么呢 但核心来讲的话呢 对于这个赵子豪来讲 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解决他的核心杀伤力的问题 他的发球这轮啊 没错 他没有正手抢攻 这个难度就会非常非常大 邓亚平是一语中递啊 就是赵子豪其实说一千到一万 作为直派打法 缺少杀伤力 对你没有 你没有不靠你的正手得分 靠你的反手横打来得分 我觉得他 他的半没了 我个人认为 所以他今天 他应该更好地使用 他的正手 除非他就觉得 他的反手比他正手好 那是他的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 但不管怎么样 他要用他最最拿手的东西 要去赢球才行 能够得到更多的分数 看到他的杀手锏 不明显 沐田 一比一 这个球处理得有点过猛了 这个相持当中挺好的 还是占有一定的主动性的 这个球处理的 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合理了 这个就可以再缓一下以后 再 在你的反手没有出质量的情况下 你去侧身 这个一定会塞你的空档 所以刚才呢 这个赵紫豪就犯了这么一个毛病 反手就是一个过渡 并不是拉出来 或者塞出来的一个机会 然后抢弓 那你怎么可能不给你的 这个正手空档呢 盲测 但是这个出质量 我觉得也得注意点落点 如果没有落点的话 你光狠了 当人家借你的力 给你挡一直线 你也跑不过去 没错没错 你看这个刘丁硕就是这样 啪一个质量很高 啪闪开了 你看闪开了 正手 是吧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板球一定出完质量 再把正手闪出来 没出质量的时候 你还站稳咯 乱测有点 太盲目了 不能乱测 一定是打球要有目的的 他这个白短和前面有点变化 前面是正短 这个短球摆的是邵紫豪的中间了 有点追身 他就是说要调整步法 一调整步法 他调的时间就没有了 他就只能回摆 漂亮 哎呀 这个是个机会 这就变得很好 其实 掉位了 已经掉位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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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太软了 手下不能留情了 你看这种机会根本就是假打 一定该下手必须下狠手 而且呢 只要一下手要连续下 不能下完一下再缓一下 就没你的事了 缓的不是给自己缓 你是把让对方缓过来了 这个还是经验欠缺一些哈 这球其实挺关键的 非常关键这个球啊 要不是5比5啊 6比5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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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死了 加油 到死了 强于天津 对于刘丁瘦来讲 这场应该是要 必须拿下的 好球 你看这个球刚才那个关键球 是吧 如果说5比5 他要是这个又连着俩 他就是7比5领先了 所以这个冰邦球比赛 是每个球都得算 因为有时候一分就是 两分球出去了 一进一出 现在对两个 矿造主动 不能乱主动 不能盲目 但是要争取 用战术 让自己能够主动 谁主动 谁的赢面就更大 对 7比7 随着比赛呢 越打到后面 越要看这两位年轻人员的心理素的 前面比如说抬手就发力了 现在可能就想上台 对更加的要斗智斗勇 既要有这个智慧 同时还要有胆量 还有就是心理素质 就是说你得赶薄 对 心理素质要稳定才行 不能起伏太大 出来 你看这小刘丁瑟 这个反手 前面一个下旋球也是 感觉这个动作 就不说别的 动作就那么僵 这球显得非常吃力费劲 其实这球可以很从容 很舒展 甚至是一种享受 不 没法享受了 这会儿 这会儿已经是较劲的比斯文 这会儿是这个很重要的时候 他紧了 手一看一看 他硬了这会儿 就说明他心里紧张 你看他还是相信他正手 他还是相信正手 用正手测 正手测你得有机会 测身是需要时间 需要步法 手法 同时到位 你这球都击球点 都下降点了已经 所以发球抢攻 是不容易打的 你发球抢攻 是建立在你的高质量 发球的基础之上 来抢攻的 如果你发球质量不高 你到哪去抢攻 这两名小将 都出了一些问题 犯了一些错 这种低级的错误 我们叫无为失误 在他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不大会出现 但是越到关键球的时候 越会出现这样的无为失误 这叫打回原形 但反过头来讲 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出现无为失误 这是太要命的时候 漂亮 精彩这个球 大力反手 大力水手一样的反手 很强悍 直拍横打 能打出这种力大无穷的高质量 确实是挺特别的 主要还是需要稳定的命中率 好球 这个球胆子够大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赶开长球 然后直接直接扯身 就说明啊 他对他正手非常信任 你第一局 其实刘丁硕还是赢在他正手的进攻 确实是 相对来讲 正手还是蛮有 正手好 蛮突出的 又硬了 这个手一块硬了 已经一架在那儿 还等半天 这个球你也怎么发力啊 不是 这一击球感觉这球在嗓子眼那儿 你看你得气沉丹田 最起码你得身前击球是吧 你肩两个肩你不能架 你得下来肩膀必须放松 我们原来说过就所有的体育项目 一架肩全完 不管是体操跳水 任何项目 两个肩一架完蛋 就必须得肩放下来 人要松弛下 你看这最后一个球就明显感觉 人全在上面 气没下来 没放下来 但这一局还是很精彩 对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球速度你看多快啊 这两个小将的球速度非常快 那么接下来是双方的七分制 这个我觉得 对直拍来讲 就是要胆大心细 可攻可稳的球 一定要赶紧进攻 我们看到这个上海中心啊 现在许欣不光是担任运动员 还担任教练员 场外指导的角色 把自己的成功经验 特别是在比赛当中的 根据比赛的场上的情况 他能讲出最关键的点 这都是优秀运动员 他的经验积累 这下球 0比0 太厉害了 很硬啊 嗯 这第四局打出这球来 基本上三比一 赢下来了 他这个正手的硬啊 戴亚萍你看 他正手的硬是那种 很有把握性的 很从容的硬 反手的硬是僵硬的硬 他两颗硬不一样 充分的使用正手 八弯球就侧 其实啊 八弯球就侧 某种程度来讲呢 对于对手来讲 压力是很大的 没错 因为一看他侧身了 你这时候激发球 你要求质量就更高了 反过头来呢 因为质量要求更高 可能你就会造成失误 是 所以正手好的人 关键时刻 大赛的时候更可怕 漂亮 拉住反手 哎呦 太可惜了 拉在这个手指头上 一个意外 这是一个主动球 这种球 主动球可不能 在这个时候的得 这个丢分 很可惜 我说 我说 赵子豪和这个刘丁硕 拼正手 他确实拼不过刘丁硕 但拼反手 赵子豪是有优势的 所以刘丁硕可以变一变赵子豪的正手位 变他的正手位就准备正手给他对拉 这个并不吃亏 但反过来赵子豪确实实是要想办法 怎么样在前几下里头控制好 这个节奏和球 然后让自己再上手得分 现在刘丁硕有点出状态 越打越 这会儿的这个反手 你看就不是架的 对 直接啪一下 就很放松 所以人紧张的时候 千万自己 要适度 当然关键球大家都会紧张 但怎么样能够在紧张的情况下 还能控制自己的手 不要那么紧张 这个节奏变得不好 刚才打得挺好 为什么要轻一下呢 我没有看出来他的目的 在前一个球上 就是他已经撕下去了 反过来轻一个 这个球的目的性就不是很强 他肯定想对方肯定要架 或者肯定要出机会了 他觉得 他肯定要效果 赢ign 要求 赢ign 要修 他在心脑 也不知道 他在心脑 bean focus 就是 Davos 所以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 是不能有明显漏洞的 一旦有明显漏洞 你很难摆脱 这个球啊 赵子豪还是有一些 场上气势有点不足 着急了 赛点 漂亮 擦边吗 没有没有 7.2 这样天津的 黄安俱乐部的游丁硕 为天津黄安在天津财经大学 旅馆主场 先赢下了第一场的胜利 很精彩 非常精彩 那么这场比赛的确非常精彩 两位年轻不到20岁的小将 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 五局的球 我觉得每一个球 大家都是用心 用脑 而且呢 把季战术呢 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平常联赛 顶级赛事的一个高水平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场球呢 我们知道作为天津豪安来讲 他在低阶段的第一次交手和上海中兴的交手是0比3就输了 而且今天的比赛对他来讲 最终胜负的排名意义并不是太大 但是天津豪安第一次 年轻的一个希望 也是中国乒乓球 我们看到这种新生代的力量 在将来我相信这些运动员一定会能够达到国际赛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邓亚萍你看了这场年轻选手的男子的比赛 肯定也有一些感受 给我们年轻小将提一点建议 这场比赛其实呢我觉得是两个人呢都发挥了水平 而且进入状态非常的快 这在赛前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了 那么今天就他们个人来讲 我觉得呢在这个赵紫豪呢 我个人认为他可以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和训练当中呢 能够更好的再去提高他自己的正手拉球和正手的杀伤力 因为作为纸板来讲的话 他的正手如果没有很强的得分手段 和很强的这种杀伤力 那么我觉得对他来讲损失巨大 那么对于这个刘丁硕来讲的话呢 相对于他整体的正手和反手来讲 我更加认为他需要再加强一下 他在关键球处理上的这种把握 以及呢他的反手 他的反手是不错 在放松的时候看起来杀伤力是很强 但是在关键球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 紧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紧张 尤其到大赛的时候关键球的处理 谁都会硬 但是怎么样在硬的情况下 还能够自如的控制你的手 还能够自如的能够发出力来 打出你想平常的这种水平 这是需要更好的功底 当然我相信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好的基本功 是的那么这 只要他能够拿下来 他就顺利晋级到第二阶段的四强总决赛了 因为从整体实力上 我们知道上海中兴要远强于这个天津豪安 但是呢今天这场比赛 我觉得从第一场赵子豪 我们也看出来 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 所以要决定他是否能够进四强的时候 我想他们每一场可能更加慎重 所以今天呢第二场的单打呢 是由韩国的外员郑荣植 对这个消息选手马特 我们一起赶紧到现场去看一下 第二场的男子单打的比赛 那么郑荣植呢 作为韩国现在男单的一号选手 今年呢参加这个拼超联赛 其实作为外员来讲 他们参加拼超联赛 最想得到的就是他们技术的提高 而且郑荣植呢 今天不光打单打 还要在第三场参加双打的比赛 双打呢是郑荣植和上海中兴 这个尚昆配合 对于新航和房印池 郑荣植大家可能对他呢 有一定的了解 他在离岳奥运会 给马龙来了个下马威 差点把马龙拉下马 因为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 那场比赛呢 他也发挥出了相当高的 世界级的水平 最终呢被马龙逆转 但是那场比赛 我觉得对于马龙最终夺得 奥运会的冠军 也是起着重要的一些 大的作用 谢谢 代表川 Riceuk和曾云然 踊陈在车 each 第一场比赛 我觉得我们已经让他正面了 也让他起碼 看自车上来 宝 encontramos 好 正熔值的旧特点 其实它最好的最有优势 还是在它的反手 正熔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漏洞 但是呢我想 就是作为它跟 这么多攻球运动员的比赛 我们转播过的 也曾经看到 就是反手它的质量相当高 正熔值呢 因为它的这个诗歌 朱士赫就是销球打法 我相信韩国 韩国队整个队伍打销球都不会太差 因为毕竟它天天经常能够练 和朱士赫进行训练 它对销球还是有很深的这种功夫和理解 马特呢是河北保定人 马特是1994年出生 六岁开始打球 马特呢 在今年这个赛季当中 它表现还是不错的 作为销球打法 它是9胜9负排名第15位 因为右手杀チャック 这么难 这是 Sag断打法 销球打法 在男子的比赛当中 其实是男上加男 比女弄 Pink 比女弄员还要男 女子因为她的力量 他的这个杀伤力没有那么强 他毕竟力量有限 但男子不一样 男子这个销球能生存 真的是一个奇迹 对他要求是非常高的 既得要销得住 还能够有进攻 所以他要比进攻型打法 要练双倍的技术 才能够在销球打法 能够立足在整个这个南线上 所以对他们的要求是极高的 这个经历过是要的 不走 交通 Mu tremend 扶桑 都把学靠一直开 都把学靠 conex 到后面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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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加油 加油 郑总军 快 王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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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总军 加油 好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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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总军 郑总 加油 加油 郑总 加油 加油 一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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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马克是导板 用反胶反冲了一下 这个导板的目的关键在于 它的这种变化的手段 主要是一种起到变化 加油 因为现在这个 胶皮啊都是两边 必须要国际评点规定不同颜色 不像以前你要说都一个颜色 那你这个长胶和反胶 它的用处 它的这个威胁就更大了 就是你在底下导板换板的这个时间 对方已经判断说你这是反胶过来 你这是长胶过来 他有时间来做防御 这个球还是正人值需要去寻找的 就是这板重板到底从哪下手 是哪一个环节去下 是吧比如说从远台吊上进台的 这板一定杀下去 或者是你拉住他中间 拉住他正手 然后他哪块的球 你最容易下重板 你必须去寻找这样的机会 才是你最终主要的得分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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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局我觉得削球肯定会更难 因为它的变化它的旋转正容值比第一局熟悉了 要熟悉要摸得更透 所以这时候需要拼实力了 你是否能削得住 没错 这个球接的没什么质量 因为长胶呢 虽然它拱了一下 但它拱的球又不快又不突然 这个球就是一个上线球 长胶还是有点局限性 它的这个旋转 拱过去 哎呦夹转 哎呀这球太转 真转了 这球死拉的 你看横拉的 这球兜过来的 但是正容值他肯定拉的这个球又不是很转 又不是很不转 不长 不长 他拉球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特点 现在马特急需要在他的发球这一轮里头啊 打几个抢弓 那对 现在这个他太稳了 简单点 太稳了 直接就是发完就开始抢 这本马特呢是倒板之后啊想换反胶 大家看 这球兜完以后换反胶 用黑面 发力反手想 抽一半 这他要求太高了 这球难度太大了 对 要求太高了 拉死反手位啊 漂亮 这个球他找的这个机会找的好 对 对方是在 在挡他那把球 没有质量的时候 没有旋转的时候 挡他的这把球 哎 抽他 对 这个时机找的很好 对 这个时机找的很好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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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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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11比6 鄭榮芷贏下第二局雙方在前兩局打成一瓶 您收看的是2016年中國乒乓球俱樂部超級聯賽 這是男子第一階段 第18輪也就是第一階段最後一輪的比賽 比賽尤為敏感 那麼這場比賽包括也同時在進行的還有其他場次 將產生第一階段男女團體的四強 那麼在29到31號將在安徽的合肥 進行平常聯賽今年總決賽最終 名次最終冠軍的爭國戰 還請您屆時呢收看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 已經了解他的旋轉了 所以在這一局裡頭明顯你看他 他對他整個比賽的這個節奏 拉搓衝 整個的節奏他掌控就比較好了 不像一開始上來以後猛拉猛衝的 沒有打球的一個節奏 但是相對來講馬特這一局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對方已經開始熟悉他的旋轉了 他可能不大吃他的旋轉的情況下呢 就更要對搭的球要求的更細了 更高了 那麼呢就是要在他發球這一輪裡頭 因為他沒有拿幾個自己的發球權 那就是一發球的時候沒怎麼很好的拿 拿得住 所以這一局裡頭他要想能夠更好的擴大他的戰果 應該在他發球這一輪裡頭盡可能的多拿點分 馬特需要加強一些優勢 對增加他的進攻 因為消是消不住的 對於男孩子來講他這個力量旋轉速度 光靠消它是很難的 但是我想呢馬特呢就是說 大家對他既然現在正容直了解之後 對加強反攻 他還是要想一切辦法呢有一些變 你不變肯定不行 對大家看到今天啊在天津財經大學體育館 還是有著相當高的這個上座率 因為現在拼超火了 拼超的這個現場現在 觀眾呢基本上是坐滿的 有時候都會出現一票難球的情況 只要是有大牌球星像馬龍 你像 他們都會迎來無數的粉絲 而且這些粉絲呢是來自全國各地 坐飛機 還要聯繫酒店 食宿 來看這個自己偶像的比賽 對 漂亮 盡可能呢要打點這樣的有殺傷力的球 這樣的話呢導致正容直它也沒有那麼穩 我想拉就拉 我想搓就搓 我想衝就衝 一定要打亂進攻打法的這樣的一種節奏 那麼消球 對自己一定要有意識的批償 消出轉球 然後反拉 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好的 對 對 要有耐心 漂亮 呦 這個球不該變了 這個球它也是馬特有點耐不住了 耐不住想搗板 你看搗板也是用反交拉 拉完以後你趕緊換過來 他來不及了 來不及換著搗板才不及 他來不及了 現在馬特其實做的也不錯 就是說它現在最主要要建立在什麼呢 要加強進攻 但是進攻是建立在它的消球質量一定要高 對 它消球質量很低 它老消網根老消高 是吧 旋轉不強 那你上哪有機會攻去 是 先是它的消 一定消出質量 把球消低消轉 拱一板 漂亮 哎呀 棒慢了這個球 可以 這個戰術是對的 非常好 嗯 戰術是對的 反手抽一板 像這個球應該連續 這個反手 逮的一板挺好的 但是呢 這板逮和後邊的正手的連接有點慢了 它沒法連 因為它倒 它得先倒板 然後再正手連接 你要是說不倒板上來它可以測 所以它這個 這個倒板板之後它正手只能 慢拉一下 周圍過渡 還指望反手一下能 能夠抽它得分呢 啊 另外你看馬克這個反手換 你看 倒板的反拉反抽 這個球啊 盡量不要老用 作為一個變化的 突然來個冷板可以 你作為常規打法和戰術 你這個球 你本身 對方給你加點質量 你反手哪抽得出手啊 對 它頂著你 你看這球直接頂著你 來不及抽手 但這會呢 雙方運動員已經打開了 你看都打開了 他對他的旋轉也很熟悉了 他對他的拉球也很熟悉了 對 哎這個是對的 這個有意識的 刮一板以後 然後換反焦 這個沖 這是對的 那相對來講呢 就是換板換慢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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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一板 长焦一下 这球可惜了 有一点意外 这个就需要我们的调节能力 很精彩 非常好看 打点罚就想攻 削球就是要能跟攻球 首先能叫得上进 能削得住 削都削不住 两下就削飞了 证明你这个削球 攻底不行 对 攻底论 你基本功差 因为比赛就像一面镜子 你的缺点会诬陷放大 一旦对方拉他一反手 他反掉怎么削 反拉他 反拉难度太大 这球 那老是这样想 肯定他一个都不敢变 没错没错 还是要靠变化 还是要变成功了 肖球还是要变的嘛 这就挺而走浅 如果对方拉腿反而他没法 小这球都能就反了 那就反拉他 逗 逗 逗他嘛 反拉他没关系的嘛 这个他肯定也都平常都练到了 太短 你看现在马克还是要建立在 就是要导板 要变化 但是不要轻易变 你看你这种削球的 这种质量和空间 你对正容值来讲 你还是 还是有机会 对你还有希望的 不是说对方你一削 对方猛抽猛打 你根本的顶不住 对 对方进攻还是有漏可减的 对 所以先建立在这个反手长交 正如反交这种削弓 在削的里面还要找变化 对 转不转的变化 长短的 弧线的角度的变化 然后呢 在削球主动 有特点 有主动性 有变化的时候 有机会你可以导板进行进攻 对 但总体来讲呢 马特这个削的还是不错的 非常好 但是还是啊 稍稍啊 这个球的线路了 短了一点削球 经常 你看正容值 趴在台子上冲 但是你知道这削球 这难度多大 对方拉那么转 你要稍一下顶程 长一点 可以顶到两张球 容易失误 容易太转了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太短的话 他趴在台子上冲你的时候 这是很难受 你把它补手来呀 所以这个很多削球 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你要想削的底线 那你就得冒风险 你手不能硬 你硬马上就出键 对 就吃转嘛 加油 加油 周同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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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关键球 这会儿 中局的这个关键球 看看这个一定要处理好 对双方运动员都非常的重要 多高啊 又高又短 高有时候不怕 长 反过这个进攻型打法的时候呢 再拉这个球 因为它有旋转 它会比较顾忌的 但你要又高又短 这几乎没有任何的顾忌 漂亮 机会 还原慢了 正容值 他以为卷了他一个正手 就等着得分呢 结果回来了 自己还原慢了 解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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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 我开心 加油 开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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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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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球很好看 年顺 哎呀 拉着 机会 漂亮 现在人一分都很不容易 对 很艰难 打多少个回合 两个人的感觉都不错 互相擦了几个网栋 加油!加油! 盛仔加油! 打! 加油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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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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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去啊 这小球 满足 加油 满足 加油 加油 其实削球的心理素质 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你这时候你肯定还是要 一柔克刚 对 还是要淡定的 把球正常来削 你要跟削球似的 一惊一乍的 那你这肯定削不住 小住 顶住 重板 反手继续 漂亮 你看 你顶他几板 这个球你还是有机会的嘛 正容值的正手 其实也没有说像想象的那么强 所以马特现在要树立信心 是吧 死顶 死扛 对方 就对方万一重板的时候 你必须能够扛得住 扛过第三下 对 有时候削球死顶以后 这个进攻性打法 会有点含糊的 是吧 漂亮 漂亮 哇 真是 漂亮 马特 好样的 确实他的球 漂亮 相当的棒 打了多漂亮的球 这是对球的这种感觉呀 真好 没得说这个 这样大家看到肖球先手马特 不为抢手 在和正容值的比赛当中呢 现在是2比1顶先 因为今天我们 在我印象当中 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转天津豪安的比赛 就是马文革 执教的这支队伍 我觉得 这个队伍 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大盘球星 但是出场呢 目前这两个运动员 真的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还是很有实力的 很有实力 而且这个 敢打敢拼 这个 意志也很坚强 在他不顺的时候 能够撕顶 因为有的时候 没有很好的办法 只有靠意志去顶 只要这球过去 其他球 就是往正中拉 偶尔推他一方 推他反手 他反手不就摁了 快摁了 可以拉了 现在 相对来讲 马特现在呢 他的信心可能会强一点 因为在 这个 第三局这么猛冲猛打的情况下 他能扛得住 能够顶得住 最后呢 能够赢 这个时候 对于他来讲 可以说是信心倍增 小球有时候啊 就怕他削不住 然后顶不住 那他就不知道该是我攻呢 还是去削呢 是吧 这个时候呢 他应该更加坚定的 我可以削 我可以削来赢成 然后再配合我的变化 给我创造更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 这是他的战术 那么反过头来呢 这个 这个 韩国的选手呢 那么现在呢 就应该什么呢 就更多注意一点节奏的变化 他的力量的要求 因为这个时候 正手 开始调了 因为他力量如果跟不上的话 他正手开始可以调了 但我有觉得正中指这正手啊 从动作结构上来讲 还是有一点问题 还是有一点问题 有点问题 扛肩扛的太多 感觉你看 肩上扛了几百斤大米 在拉弧圈 不像反手 他拉得很吃力 正手拉球动的是有一点问题 顶坐 拉球动作有点问题 这个问题你打到这个水平了 改不了 改不了了 没可能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在启蒙 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特别重要 就是有 孩子的水平高低根本不重要 重要是他的基础动作 对 一定要规范 动作你有问题 你到大了以后 你打高水平 你到最后你这正手就不行 你打枭球 这是改不了的 因为他已经几十年的习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球员 中国队的这个水平这么高啊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教练水平 从业余体校开始 从俱乐部开始 就是世界级的水平 因为我们经常到底下的教练的话 最起码他是咱们省队的教练 可能 那么省队相当于什么水平 相当于世界级水平 因为咱们随便一个省队的队员出国比赛 可以代表其他国家 代表他们的国家比赛 对 所以 空间才是巨大的 是吧 如果上来动作是错误的 你让他再去改 打球意识也是错误的 让他改 他是来不及了 改不了了 他已经改不了 已经定型了 现在正容值有点要崩盘的感觉 因为他前面三局猛冲猛打 对他的要求是很高的 你看他开始甩胳膊了 他胳膊没法不累 对他的要求是极高的 你说他的猛冲猛打 他关键他能不能 威胁打不到 他这正手 你要换着 比如许欣的正手 一把抡过来 这个动作轮圆了 许欣这 他杀伤力不一样 所以探测动作很大 未必拉过去的球 就质量特别高 对的 我们的业余球迷爱好者 在打球的时候 特别是正手 一定是右肩是最重要 右肩必须要松弛下来 左肩微微抬起来 右肩必须要放松 右肩一扛起来之后 你底线球没法拉 你全靠肩膀在拉 他非常地淡定 现在已经很稳了 踏实了 踏实了 他拉不死他了 他知道他已经拉不死他了 他知道他已经拉不死他了 6-2 阿姆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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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融芝这会儿呢 肯定也心里开始毛 因为他 他拉弓已经不奏效了 对 那你说他能拿什么来得分呢 他又没有很突然的球 现在可以便便落点 不要拉到长焦里 但正手马特全部是反拉 或者兜你 你看全是这种球 那就拼对拉 就不要打拉弓 拼对拉 就不要打拉弓 拼对拉 那现在给哪呢 一拼对拉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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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融芝没拿下来 对他信心是巨大的伤害 受挫 加油 加油 加油,小猴子,加油,加油 再这样大笔 继续拉 直线,再拉 顶住,顶住 传奇了,我们看 好球,还是不失误 继续不失误 马特,顶住 开心的笑容 这是教练最想看到的 运动员在场上 打出了竞技水平的最高 竞技 这就是肖球的最好状态 打神了 对,这个打到最后就崩溃了 这就是心理上 我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这就是肖球的最好状态 销球这个时候心里是巨大的 巨强大的 这个就叫站得住 就是现在它能销得住 这就 它就心里很踏实了 所以销球打法来讲 好球 好球 这样肖地拳由马特 十比四,三比一 战胜了 上海中心的阵容值 来自韩国的外援 真精彩 非常非常精彩 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天津豪安俱乐部 在主场现在是2比0领先 那么之前大家 也知道第一阶段交手是天津豪安0比3 服役于上海中心 那么如果说今天这场比赛天津豪安 在主场战胜了上海中心的话 那么真的 呃在四强的争夺战当中 真的要天下大乱了 因为现在啊 如果上海中心拿不下这场比赛 正常他应该取得胜利 拿不下来的话 那么三支队伍上海中心 包括霸州海润还有山东鲁能 这三个队伍要到最后套小分 可能才能产生最后两个四强的争夺 那么今天的这种供销的比赛 我们从小将22岁马特的身上 我们看到真的销球的力量 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在这场比赛当中 我想他全程表现的是一种不惧怕 作为销球这个打法本身是相当难的 很被动的 但他今天的这种表现 我觉得完全可以体现一种销球的精神力量 这点确实我觉得值得称赞 确实今天这个球打的是非常精彩的 那么很可惜 我觉得这阵容值在一开始还是打的相当的出色 但后来呢 还是我觉得是输在的他对球的一种理解 尤其是在关键球的把握上来讲 他的这种到了关键球总还是用 让我们来讲的就是一根筋 打球容易比较容易一根筋 猛冲猛打一个劲内猛冲 那不是乒乓球是非常需要智慧的 尤其到关键球的时候 我可以说我发一个短球我突击快一点 然后打你一个凑手不及 打的更巧一点 这种球他可能相对来讲还需要更多的这种磨练 但是呢 确确实实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表扬一下这个马特 在今天一开始并不十分顺利的情况下 用他的意志顶住了 对而且呢 越顶自己越强大 越顶自己的信心开始爆棚 越足 那么呢 销球呢 最怕的就是说他能够站得住 这个时候攻球几乎就很难再打得动他了 所以呢 今天呢 我觉得马特不仅仅是销球层面上 还有销球和进攻的这种转换上面 让我打这个可以说是打开眼界啊 经常用反手用反胶来 这个反手来反拉 挺吸引的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打法 但是在一些细微球的处理上 尤其是在进网 激发球经常用倒板 因为我是打长胶出身 我今天能看得到他对长胶的一种理解 但同时在长胶处理球上面呢 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加突出一点 还有提高的空间 还可以有提高的空间 但总体来讲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小将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 作为韩国的阵容值 作为一名外员 其实很多外员来到 技术上的锻炼价值 他可以了解中国乒乓球到底是多么强大 并不是大家看到的 仅仅是奥运会市场赛那七个人 那四个人才参赛 实际上有大批量的这种省市的 或者是国家队的其他的非主力选手 他们也有着很高的竞技水平 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吸取更多的 综合的一些技术和比赛的一些经验 对他们的提高和帮助都有很大的价值 那么稍事呢 我们休一下 接下来会进入到第三盘的双打比赛 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这场 关乎到最终第二阶段四强名单的一场重要比赛 稍后见 中国禁酒提示您收看周末精彩赛事 热爱女孩精神 相信中华力量 华晨气称 中国女孩官方合作伙伴 中华全系优惠 最高两万元 现实抢购中 酒有两面 一面是价 一面是值 饮酒 是感性的 选酒 是理性的 我说这酒柔 都说这酒枝 金剑男 这酒枝 你在每一个奖杯后面 伴随我生命的每一天 你在脆弱时给我力量 默默地把所有掌声送给我 为我包容所有 无拒一切 你就是我的英雄 敢为英雄 梅塞德斯奔驰 GLC SUV 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想要痛快 那就继续 跑得比痛苦还快 敢超自己 敢超10K 我们就这样一直看着他吗 Go 给生活更多欢乐 换星上市 雷铃涡轮增压 广汽丰田 昨夜的梦 所以因为今天 来自乐 或者是什么样的 都将带生一个新的冠军 今天 我为你让伤 我为你让伤 让伤心闪烁 照亮每个角落 你的梦想指引着方向 刮子二手车直卖网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车主多卖钱 买家少花钱 创办一年 成交量就以全国领先 买卖二手车 当然上刮子 天下足球栏目 由飞科电器 独家冠名呈现 全新豪华美式 澎湃动力 超低油耗 全新明觉瑞腾 越级性能SUV 9.88万元起 首付2万元起 CCTV5足球赛事 合作伙伴宜宝 与您共同关注 绿音精彩 北京现代 携手CCTV5 为您带来 顶级赛事转播 Vienna 那就是我 Vienna 越纳 北京现代 好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继续关注体育频道 在周末这个时段 一起欣赏拼超联赛 男子第一阶段 第十八轮 第一阶段 最后一轮的比赛 那么第三番的双打 是由上海中兴 外援正容值 尚昆 对于心行 和防应池 现在大比分 是天津豪安 在主场2比0 领先于上海中兴 0比2 加油 加油 现在尚昆 作为二单主力 今天他因为 从双打才开始上 稍微有点晚 但是现在翻盘 还是有机会的 1比2 加油 加油 尚昆 就是左手 红热球板 大家看到的 这位运动员 3比1 正容值 就是刚刚在单打当中 输给马克的 韩国的外援 另外就是 大家看到的 于心行 他是2001年出生 就00后的选手 全国北方赛区的单打冠军 防映池 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团体冠军 2016年奥地利公开赛男子双打的亚军 2比5 1比5 加油 加油 我觉得现在邓雅萍 就是从上海中青这个强队来讲 一定是快马加鞭 一定是加快步伐 赶快往回追 往回 往回班 从双打作为一个起步 还是有机会 2比5 但是确实是 现在林比尔落后 对于上场的运动员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 对于这些好的运动员来讲的话 有的时候他可以扛得住这样的一种压力 但是因为他刚刚上场 他还没有适应比赛的这种气氛 包括对球台 对场地 对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又是0比2 所以这个就更加考验我们优秀的运动员的这种心理素质 和适应的这种能力 6比3 从目前情况来讲的话 双打看起来确实上空 和正绒指挡的人配的还是比较默契的 整体的衔接球打得很好 因为我们双打其实主要是发接发 然后包括是衔接球 我们是看的更多的双打的东西是很细的活 4比6 4比7 4比7 代表上海和许欣要拿过全国锦标赛 包括一系列的冠军 7比5 看起来这个天津的最最小叫确很年轻 智能的一些 对智能的一些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风格的 有自己的特点 打球 但是呢双打呢确实跟单打是不一样的 双打呢有的时候呢 确实要要求自己的这个感觉控制力非常强才行 因为他太快了 下网了 7比5 1比5 4比7 9比7 1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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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7 1比7 2比4 1比8 3比7 2比8 2比8 8比7 1比8 2比8 2比8 他挑的时候动作很灵敏 漂亮 接的 这些接的非常好 周文芝没有跟上 9.7 周文芝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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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芝 最终能够进入到第二阶段总军赛的四强 所以也是万众组目的一场比赛 也希望大家届时能够关注拼桥联赛的最关键的场次 你看第一局 明显尚昆在场上他就有一个主导性的作用 对了 他有他的这种控制力 这个好的运动员啊 他能够调动自己的同伴的同时 他还能够控制对手 这个就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应有的一种素养 但是确实呢 这个天津这个两个小将呢 给我的感觉来讲的话 双打他俩的跑位有一点问题 那么因为他俩呢 是两个右手 那么两个右手配双打的话 对他们的要求会更高 因为他必须要步伐跑得更快 能够转起来 能够在连续进攻的时候 能够闪开位置 对于他们要求是很高的 对于一左一右的运动员来讲 相对来讲要好一些 因为他都是正守卫 能够闪出来 所以呢 对于这个天津的这顿小将来讲 本身他又年轻 那么可能练双打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你看他俩的这个发球接发球的这种严密性 和他俩根板 根板这种情况和他的跑位 看起来是稍微稍稍有一点点问题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双打的第二局比赛 上坤的处理球呢 一是合理 二是有空间感 他在手上是有可控性的 不是说球一到去 他刀一下就出去了 刀一下就出去了 他是能够在自己的拍子上停留 在控制 能够控制 击球 第一比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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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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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青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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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阵容值 它就完全有时间有能力 正手的进攻 因为它是一板过 它跟萧球塔 它要连续无数板 对 而且下拳球 是更多的需要个人的能力 需要力量 对啊需要力量 上拳球你可以借力 借力对自己的绝对力量 绝对能力要求并不高 但是下拳球 你一定是要有绝对的 你正手的能力和杀伤力的 对的 天津毫安请求暂停 因为这场双打 我们看到这两队 其实投入的还是都特别快 是 比赛的这种竞技性 或者双方的争抢 也是非常的激烈 但整体呢 确实想了离 就是这个 更加考验的是 对于球的一种理解 对 很多人年轻小样 他不会打双打 他只会打单打 双打呢 他需要 就像邓雅萍说的 需要理解 同时他两个右手 其实关键在于练 就两人要娴熟跑位 左方位 反手的抢位 这个特别重要 就像邓雅萍和乔红 当年的配合 也更多两个右手 就得练 就得跑 好 好 好 独礼 大队加油 加油 郑亦坟加油 王亦坟加油 郑亦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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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就需要两个在左方 反手位的转位非常快才行 否则就来不及 所以这个就平常 因为年轻运动员相对来讲 单打练的会更多一点 双打相对来讲练的少一些 所以他俩的转位上来讲 显然少得慢了一些 2比6 三比六 加油 三比六 加油 漂亮 三比六 三比六 加油 余天航 加油 上海队 加油 加油 上海队 上海队 三比六 双方 三比六 Interested at Fridays 七比三 加油 上海队 加油 挙森 加油 8比3 漂亮 这个挑打 我们看到上空的手上的活 相应的细腻 反手这种动得很小的一个翻挑 这种球绝对不是玩这种纯力量的 一定是非常有技巧性的 四两拨千斤 3比10 双打的球就得要特别细 这活 因为它心诚相斥的球不是会很多 它都都是这种发跃法 这样上海中兴 迅速地拿下了这场双打的比赛 2比0 战胜了天津豪安 这对年轻的运动员 黄印驰和余新豪 余新航正在比赛 大比分就打成2比1 对年轻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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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人 时刻面对挑战 皮肤的滋润保护就要更难忍 全新李宗盛男士 男冠 深润保湿不粘腻 男人 正如男人的面霜 活保湿明星 李宗盛男士 你 在每一个奖杯后面 伴随我生命的每一天 你在脆弱时给我力量 默默地把所有掌声送给我 为我包容所有 无惧一切 你就是我的英雄 敢为英雄 梅塞德斯奔驰 GLC SUV The Mercedes 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酒有两面 一面是酱 一面是酱 饮酒 是感性的 选酒 是理性的 我说这酒柔物 都说这酒汁 金剑南 这酒汁 世界的速度 由创新者决定 全新一代麦腾 领创如你 三十次完美助攻 七十六次挡拆配合 一千零八次绝妙传球 为不凡 乔丹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拼超联赛 双方的第四盘单打 第四盘单打 实际上就是两支队伍组合唱 两支队伍 双方的今天的第一单 今天第一单就是说 上海中心派出的是 小将赵子豪 而天津豪安的是 萧全手马特 所以今天上海中心 0比2 1比2落后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 许欣 灵魂人物 没有上场 上昆作为二单 上昆打了一场双打 今天只打一场双打 把年轻选手 推到了重要的前两盘的单打 这个肯定是有风险 你得交学费 但也许可能赵子豪 这个打销球打得不错 这个也不排除 有的时候确实是 这个纸板 这个纸板有的时候 打销球是相当好的 天生好 对 相当好 这个马特呢 今天啊 其实大家 就是特别有 看他比赛 觉得是一种惊喜 赢在 如果马特 延续第一场球的这种 竞技状态 和竞技状态 我觉得 马特赢的面 还是也 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赵子豪呢 今天就是第一场输了之后 这场双打 其实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 这个将功补过的一个机会 消球毕竟 他的威胁和攻球来比 对于直拍来讲 消球的难度 还是要小很多 所以赵子豪要抓住 对方到底是 消球的这样一个打法 但从技术特点上来讲 赵子豪呢 我们看到 他还是比较依靠 依赖他的反手 直拍横打 对象技术来得分 所以今天 他的正手的杀伤力 也是决定这场比赛 甚至能够拿下马特 一个关键的因素 这个球拉得 非常的巧妙 很转很低 力量并不大 这就是正手能力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打消球 就碰到说 正手好反手做的人 那好家伙碰上了 怎么打怎么高兴 你要碰上一个反手好 正手做的人 你把他累得抽筋了 这球最后他还是输了 六比五 六比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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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比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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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冲他这一下是对的 好的 现在你看赵紫豪非常注意方法 对 插弓的时候他不像那个正龙子 猛冲猛杀猛打 他也攻 但是他非常注意落点 你看第一个是反手大脚 第二个就是中间追身 对 他把落点放在第一位 对 然后呢 放他一个短球 然后上来以后冲下去这半球 一定要打他突然性 这是打消球的这个套路 一定要明白 光那个蛮力打消球不行 但是现在赵紫豪 现在他比较难的地方在哪呢 在马特在第一场让郑荣冲 对 打出来了 彻底给炼开了 给打出来了 是吧 你现在别说你赵紫豪 没准你上来马龙 我都不一定怕你 是的 这消球就是这样 他打疯了以后 他全抬无死角 他什么球都给你顶过去 对 打一口气 这会儿气他很胜 对 最壮的时候 嗯 从第一集看 我觉得赵紫豪确实 信心有点 好像不足 技术上也没有优势 你看 还持旋转 公球和消球打 最关键的点 就是看公球这一半 沙板的时候 萧球是不是惧怕 你公球是不是能得分 你其他东西都是辅助 都是中性技术 拉拉 搓搓 攻攻这一球 最关键就是你沙板这一半 你有没有劲 你能不能拉出力量 拿出杀手锏来 这样马特轻松地赢下了第一局 萧球最喜欢是你吃他旋转 他都不用萧 他都赢球 因为他赢的就是要 赢的是他的旋转上 所以对于赵紫豪来讲的话 你首先你到底对他旋转 搞不搞得清楚 你如果搞不清楚的话 这个球基本上就没得打了 如果说你在对他的旋转 能够比较有把控性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打出你的特点 你的特点就是什么 对于进攻型打法 一定把萧球让他站不住 让他前后左右的跑 打出他的突然性来 我打断一下 你看许欣现在肯定特别招联 现在我想他本人肯定也非常想上场 如果这场球打到0比2 1比2落后的时候 那不如许欣打到前两场单打去 打到前两场单打 可能情况形式完全不一样 你现在打的肯定对于上海中心来讲 非常的吃力 对 如果打到第五场 就许欣出场 那就可能受算就大一点 对 现在没机会打 但是现在对于天津来讲 我就是博掉 我从前四场我博掉你 咱们就不见第五场 所以他这个排兵布阵呢 这个对天津来讲还是比较老道的 但是对于上海来讲 今天呢可能排兵布阵上 是稍稍有一点点小的问题 因为上一场许欣一如伤病没有打 这场排个第五场 这个可能给根据许欣个人的身体情况 来排兵布阵 第一比第一 赵紫豪 加油 加油 赵紫豪 赵紫豪打到这个份上啊 就必须要豁得出去了 没有什么再有这个更保守的这么打法了 肯定更多的是打出几个这个气势的球 正手没劲啊 没办法 想发力 想一下 得分 正手你打不出劲来 没有这个杀伤力 没有杀板 你反不能打消息 你拳台用反手 用直拍横打去得分 非常虚 三比一 加油 加油 哎 持旋转 四比一 我说持旋转 打消息 吃旋转 就基本上没得打 那么拼超联赛呢 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 包括从9596年开始 从赛会制 演变成联赛制 那么这个拼超联赛 其实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所有的运动员 因为运动员70%的收入 来源于拼超联赛 市场化运作 来源于各俱乐部的这种 支持 所以我觉得运动员 其实也确实享受到了拼超联赛 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收益 在这个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 包括人生价值 我觉得都有很大的提升 那么拼超联赛今年呢 是 从10月15号到12月31号 因为今年有巴西里约奥运会 所以浓缩了拼超联赛的整个赛程 两个半月的时间 非常密集 漂亮 几个子 又是擦边 又是滚网 真的是这两个人的感觉真的好 所以现在拼超联赛呢 已经第一阶段的打到了最后一轮 我们从 下周开始 就是29到31号 这三天 29 30 31号 三天时间 进行拼超联赛第二阶段总决赛 12月31号这天 将会产生 2016年中国拼超联赛 男女团体的最终的冠军 那么这个比赛呢 是在天津的 不是 在安徽的合肥 进行 3比7 希望您届时收款 今天看马特 我觉得特别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萧球打法真的 看到希望了 我觉得它挺像 丁松的 长得有点像 有点像 丁松呢 是来自上海的 大家可能以前比较喜欢的 老的事业观 丁松这个萧球啊 其实我看它就觉得 特别 有天赋 它的打球是 我觉得凌驾于这个 萧球这个打法之上的 它比丁松呢 萧得稳 对 但它没有丁松 公的猛 而且呢 丁松的最牛的 就是发球 对 它那个转不转 是真好发的 但那时候是有遮挡 你现在无遮挡了 你就转不转 你必须得 让人看你 但它的旋转 它的质量非常高 对 它的这个 看它打球 感觉好看 有意思 它有天赋 我觉得打球啊 就像一个变魔术一样 特别喜欢 看它打球 很多人 它从天津市平赛 95年开始 一战成名 一战成名 打的那个红手 皮特卡尔松 对 所以马特我觉得 延续了丁松的 传承了丁松的一些技术特点 别着急 对 马特还是很有耐心的 打球的节奏的控制 还是很好的 正手的攻势 我觉得就是说 杀伤力也在 对 还是很稳 还是很稳 对 变化也挺多 这个球拱得不好 太短了 六比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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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加油 对赵紫豪来讲 还是有机会 顶一顶 这个时候 没有太好的办法 自己就靠 一直要去顶一顶 对 熬一下这局 才有希望 六比九 这个正手 大家可以看 赵紫豪的正手 我们球迷朋友 也可以看一下 一定是这种 尖的力量 大臂的力量 不能太多 一定靠身体 胯部 腿部 前臂 手腕的力量 才能就是把全身的力量 用起来 对 它是一个很巧妙的 一个合力 你如果看似动作很大 就像那个正中指 那正手 刚才戴亚平不也看 动作还是有一点问题 就是肩膀 整个肩膀 整个肩膀太多 就你把力量需要 聚中 对 发力呢 一定要靠身体来发力 然后最后的手 就是那一下的时候 才出手 用手腕 然后前臂 但前面是用身体来控制它 就是没把最核心的力量 全身的力没使得一起 然后有的时候呢 你过于用肩了 过于用手了 你失去了你的控制力 有时候拉拉就跑掉了 会输 对 所以正手是非常难练的 去狠杀是狠杀的 基本功才可以 还是有机会 打一点发球抢弓 打一点突然的拳 对 不要靠绝对的力量 对 只要靠落点 靠突然性来得分 漂亮 他非常聪明 你看他这个性格一看 就不是那种特别 莽撞的人 特别开朗的那种 他不是很莽撞的人 但是他你看 他心里很有数 什么时候 该用什么样的战术 怎么变化 他正好恰到好处 这样 天津豪安的马特 在前两局 11比6 11比8 先胜两局 现在天津豪安这个俱乐部 在足场 就很有希望 拿下 这场比赛 那么天津豪安俱乐部 他在整个平常联赛低阶段当中 他是5胜12负排在并列第7位 虽然这场比赛 他可能赢了之后 他会压两个队伍 比如压他同场次的是 安徽朗昆江苏中超 现在都赢5场 如果那两个队伍输掉比赛 或者套小分 有可能天津赢了这场之后 他可能最终的名次 会排在中间的这一档次 对上海来讲 这场就输了 确实就是非常麻烦了 很被动了 他一输 然后其他两个队伍赢 这是最复杂的情况 罢州和山东鲁能都赢了 他输了 那有三加套 看最后谁的连环套 谁的小分更好 0比1 加油 加油 你看他这个赵紫豪的正手 就是大家我们的球迷朋友可以看一下 他是在接触球这一刹那 这种力量 手腕的力量 是吧 手指的力量 前臂的力量没有 就这下不够集中 不够集中就缺少一种爆发力 这个爆发力 对于攻球来讲特别重要 爆发力就指呢 就在刹那间 是吧 产生的这种力量 他的力量 你看 匀速 相对匀速 好的 对球拉得很长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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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2 马特 加油 马特 加油 马特 加油 这时候马特自己不能随便乱丢球 在这么主动的情况下 要还是要稳扎稳打 要有耐心 销球这种无位数是不可以犯的 对于一个运动员的考验 就是你前面都打得非常的顺 越顺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就是 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啊 就没有抠的这么细了 那反过来可能还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低级的错误 这个时候呢 反过来有可能还会真的会是 把这个好的局势 给打成不利的这个局势 这都是有的 所以这对于我们运动员要求来讲是很高的 不管是在顺境的时候还是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呢都要有一颗平常心 平常怎么打的 我们这个时候还是怎么打 你不用管这个时候 我是领先了 我还是落后了 我该怎么样打还是怎么样打 对 非常好 他只要正常打 赵紫豪呢 确实从他的整体的这个 拉弓的水平和实力来讲呢 他打不动他 但是呢 这个时候看马特自己要不要犯错误 漂亮 漂亮 4比5 对于赵紫豪来讲呢 现在的这个所有的重弹压在他的身上 他能不能绝地反击 这个时候呢 确确实实要打出点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杀气 对 一种杀气 还有一个就是一直一定要玩强 这球我就是铁了心了 一定给你拼到底 对 不管是多少比分落后 对 0比2 要坚持 坚持就是看到希望 加油 哪怕我是实力不如你 但是我也不能让你那么容易赢我 就要有这样的一种劲儿 打球呢 就得有这劲儿 我输 我也不能随便输 我也得咬你一口血 我就想到邓雅萍在当年打球的时候 我觉得这点是你成功的法宝 就是说你在场上只要一上场 就是这种 好斗的一种精神 不管是你领先 还是你落后 你绝对不放弃 在场上就是说我输 我也不让你痛快 那不能让你随便赢我的 对 我输没关系 但是我呢也不能让你随便赢我 这个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哎 这个就对了 这个球好球 这种多打几个这样的球 你的这个气势就会起来 对 你看他这球是贴网而过的 对 是吧 他是扫着台面拉的 不要至早出现 来一点这样的这种有杀气的球出来 对 这个球是有点空险 这种局势可能他就会扭转过来 对于马特来讲他这时候就心不定了 哎 他这可能就会带来机会了 失误就来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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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这进攻看到没有 就是手抬得很高贴面而过 就是他这个不需要去制造什么太多的弧线 你越想这球转又不断 你大概判断你就需要打量大一些 说我就扫台面 从台面上扫着拉 高压式的这种拉 拉过一球都是往下坠的那种球 不要去制造太多的弧线 没用 得不了分 这种拉球都没什么用 对 对了 跑过去 散掉了 平方球最怕就是 输去这个重心 最好就是在身前击球 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 好转 哎呀转死了 他是拿了导板用正手长雕销的这个球 嗯纯的 这球太转了 你知道转你都会吓我 想把这球恨不得吹过去 因为啪一触肯定就容易吃旋转 我们看到这局其实赵子豪表现的还是 还不错的 非常的棒 前两局都不占优势 对 显得就是说他的整个打消除的能力 是在对方的整个实力之下 对 但第三局他还是非常顽强 这局如果咬下来还是 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马特他也会有起伏的 对 没错 这个时候就是放手一搏 他有两个进攻刚才打得特别好 对 放手一搏了 他应该打一点这样的球出来 这个气势人啊 输啊赢啊都在这口气上 有时候就是别考虑太多 老想制造弓线 对 动作 台面上直接扫他 小熊有时候怕这样的球 对 论他几个 小熊反而站不住了这个时候 有点风险 对 好 好 阿特 在寻找变化 用床椒挂了一下 得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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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球想要一锤定音太转了 太转了 这球太转了 就是说它力量发得太死了 对 那乒乓球绝对不能发死力 最多8到9成的力量 是的 发100%力量 这球动作也走样 要有耐心 对 要有耐心 拉住 好的 给正手 哎 漂亮 哎 这球 哎呀 没有连续啊 犹豫了 犹豫了 赵子豪犹豫了 他拉过去那把球挺好 回来以后又想掉 又想来 不知道想干什么 这把球就拉完之后 这个冲出去挺好的冲出去 这个球很突然 已经顶这个球 其实质量不是很高 也不会很转 这个球放回来 这个是稍微欠缺力点 应该这个球不太转 接着冲它 坚持 哎 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像马特 十几八 三比零战胜了赵子豪 在天津主场 拿下了上海中兴 这样天津豪安呢 在他的主场 就拿下了和上海中兴的这场比赛 可能对于天津来讲这场球呢 并不是说一个生死战 但对于上海中兴来讲 可能更加重要 但从整个比赛 我们也看到这个上海中兴 因为他的灵魂人物 他最重要的一号单打 就是许鑫 包括尚昆今天呢 没有排在前两场的单打 导致这个比赛 整个可能会有一些颠覆性的变化 当然今天的比赛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收获 特别是像萧球选手马特 包括赵紫豪这样的年轻运动员 可能给了他们更大的舞台 也给了他们拼超一个最好的锻炼 因为毕竟这场比赛 对于双方两支队友 特别是上海可能更加重要 那么这场球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还要根据其他场次的一些比赛情况 可能这个最终前四名的情况 就会有很大的一些变化 当然从目前的排名呢 山东卫桥和八一大商 这两支队伍是稳劲前四 剩下的三支队伍还要看最后两轮 其他两个队伍的一些情况 其实我想拼超联赛 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 到最关键的时刻 还是要看到我们运动员 在场上的一种斗志和精神 而今天的比赛质量是相当的高 不管是输 不管是赢 我们年轻的运动员 都做到了他们最好的一面 其实小豆 今天的比赛 我觉得赵紫豪其实也很尽力 也很尽力 但是他的能力确实有限 也比较遗憾 像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可能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从技巧上 从战术上更多的考虑 因为你实力上 你打功销 你打不过别人 所以比赛你就要扬长避短 或者是要放大自己的常数 对 我觉得今天从整个比赛来讲 马特应该是可圈可点 真的是在他跟郑荣直 这么不利的情况下 那么坚持了自己的打法 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而且在这么对他来讲 猛冲猛打型的这样的选手情况下 他仍然很坚定 能够削得住 扛得住 我觉得今天马特 确实是发挥了非常出色的水平 那么对于第一场选手 这个刘子 这个刘子 刘丁硕 刘丁硕 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 非常的优秀 而且没有想到 我觉得他的速度 他的反应和打球的这种控制力 以及算球的能力怎么强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 那么从在这个 咱们这个赵子豪来讲 我觉得呢 他今天真的是尽力了 他只不过在关键球的把握上来讲 尤其是第一场 跟这个刘丁硕的这场球来讲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赢的 整个比赛 邓雅萍 我觉得确实达到了很高很好的 很高的水平 非常高的水平 我们明天下午在15点30分 将继续为您带来 拼超联赛的直播 也感谢邓雅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非科剃剃剃刀 全方位浮动剃剃 三环弧面刀网 全身水洗 非科剃剃刀 欧兰德 德天下 SUV世家 广汽三菱 男人 男人 时刻面对挑战 皮肤的滋润保护 就要更男人 全新尼维亚男士 男冠 深润保湿不粘腻 男人 正如男人的面霜 火宝石明星 尼维亚男士 第十代思域 全新推出180Turbo 全球始发 来自东风Honda 回到这里 我似乎看到 每个曾经热爱足球的自己 今天我做的一切 不只是在帮助他们 也是帮助自己 实现一个未完成的梦想 亲戏天下 W201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的速度由创新者决定 全新一代麦腾 令创如你 我说 这叫柔 都说 这酒 是 金剑男 这酒之 每一处改变 都为尝就你 不凡的表现 为改变 创不凡 全新灵制M5 新一代商务实用派 东风风行 我们就这样一直看着它吗 Go WOW 给生活更多欢乐 换新上市 雷领涡轮增压 广汽丰田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风雷诺 刮子二手车直卖网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成交量就以全国领先 买卖二手车当然上刮子 当一个人的生意变成一群人的梦想 一个人的梦想